好 請為署長跟審次長 六委員早安 署長 委員早 次長 從你剛才的報告 做一個Ending 然後我來接續 要再創造台灣一個石化園區 要再強調台灣 邁向低耗能低污染 然後 多少的機會 多少的石化鏟質 周邊的鏟質等等等 要如何維護這些 共同管線 公用管線 廠區內的管線 我們講了一大堆 我想現在台灣人只要求 給我們一口乾淨的空氣 不要再講這些 官免彈簧做不到的話 你們做不夠了 如果你們今天做得到 媒體不會寫這些東西 中國時報 中部PN2.5空污標高 12月到2月 只有10天 只有10天未超標 台灣九領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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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 PM2.5 PM2.5指的是在空氣中細懸浮微粒 它的直徑小於2.5微米 那2.5微米的概念呢 就是如果我們講一根頭髮 如果以2.5微米 來算的話呢 這個頭髮直徑裡面應該可以放28顆 那事實上還要更多 它是不是世界衛生組織公佈的 一己的致癌物 它可能會造成心肺疾病 另外它的衍生物 確實會有致癌的問題 所以是不是世界衛生組織公佈的 一己致癌物 是的 環保署有什麼對策 簡單 一句話 目前我們就是做空氣 總量的管制 以及在中部地區和雲嘉蘭做減量的管制 目前的進度 雲嘉蘭做減量的管制 現在的進度是什麼 是為何 現在是在各地方已經成立 這個空氣污染減量的行動小組 在中央部分呢 我們有空氣污染減量行動督導聯繫匯報 已經開始行動了 已經開始行動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簡單 再跟委員會做個報告 全台現在最嚴重的 若以縣市 最嚴重是哪幾個縣市 若以鄉鎮 最嚴重是哪幾個鄉鎮 受到P2.5最嚴重的地方 現在看起來比較嚴重的就是高雄地區 那在鄉鎮地區南頭也是一個因為地形的原因 至於鄉鎮別就要看西部的圖 這邊有一個報告 有一個報導 污染最嚴重的前三名 所以陳妤剛才所講的是高雄 如果有現實來講是高雄市 他特別點到是前三名是前鎮 左營前金 都在高雄市 這樣的報導是正確嗎 我相信是正確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數據 都是很公開的 同時我們有這個APP 民眾隨時可以上網 所以是可以看到即時的這個數字 所以都是公開的 我跟書長講不正確 我提供一個正確的數字給書長看一下好不好 謝謝指教 最嚴重的 我們要講最嚴重的 鄉鎮 你沒有點出來 但是你點出來是縣市 那剛好高雄市裡面有三個區 確實是非常嚴重 但是它不叫做最嚴重 你可以看一下 雲林縣的斗六 輪背台西賣寮 這是鄉鎮 這在雲林縣境內 看斗六 2014年平均 年平均是34.4 它在2014的1月份 是54 54超過我們標準值的幾倍 年平均34.4 是超過我們的年平均值幾倍 書長你大致上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年平均值的標準 建議標準值是15 所以現在這個你都超過到3倍到4倍 斗六 是陸陸續續 在一個年度裡面 它幾乎每天超標2至3倍 是全國最高最嚴重地方 北邊有台中火力化電廠 西邊有六清 全國最大的石化園區 也就是剛才所謂審視所講的 未來在高雄再打造一個石化園區 今天一個雲林縣 這幾個鄉鎮 還有這個河川陽城的問題 您也一直很關心 沒有錯 今天坦白講 中國一個財政 可以讓全世界 甚至於讓台灣 開始來討論PM2.5 我要跟市長提供一個訊息 台灣早就有很多財政了 台灣的財政太多太多 本委員會也有很多財政 很多的醫師也是財政 也都可以例比做財政 張基的葉寬本醫師 我們陳佳法陳老師 本委會的田委員 我想這邊的蘇委員 還是王委員 都是財政 你知道嗎 我們連續的要求 我不曉得今天的謝主祕有沒有在 黃保守的謝主祕 以前空屋處的處長 我們當時一直要求你們 要依據空屋法第五條第三項去訂定 所謂的PM2.5標準值 你知道你還沒來當書長之前 我們有多久你知道嗎 我們說多久你知道嗎 說很久的 為什麼要訂標準值 今天把標準值訂出來 連平均不得超過15微克立方米 這個數字看得很清楚 34.4連平均 一個1月就54三倍多 絕對比這個報導 比高雄市的前鎮 左營前金都還更高 這數字是誰給我的 環保署 這數字為什麼會有出來 因為當時要求依照空屋法去訂 我們要求多久 在很多地方開過公聽會 在張基也開過所謂的檢討會 一二再再三的要求 提醒台灣 提醒我們當局 我們要去了解到PM2.5對人體的傷害到什麼程度 是肺癌的比例 肺病的比例 年輕化 比例提高 讓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的生活都陷入那種不知不覺的慢性 自殺的狀態 環保署要擔起這個責任 到底我們對策是什麼 我們到101年的5月10號 訂出這樣的標準 我們現在才在中南部 才在這些污染嚴重的地方 要訂定所謂的總量管制 這說到過去嗎 不是今天署長 你剛來我在要求你什麼 還是在苛求你什麼 一個政府針對PM2.5 我們很清楚的 它是世界公內的一級自來物 但是我們政府 要等到中國一個財經 要等到這些相關的報導 要等到N95帶著 都沒有辦法阻絕 PM2.5的傷害 我們開始要來訂總量管制 而且什麼時候可以訂好 還遙遙無期 這根本是經務的作為 然後我們現在在講說 我們為了高雄的氣爆 我們要再去高雄打造一個十萬元區 我們要怎麼樣創造這個機會 我們要只要降低高污染 我們要只要降低這些高耗能 我們要做怎麼樣做怎麼樣做怎樣 你先跟我講說P2.5 到底環保署的對策是什麼 到底環保署如何解決 你簡單惡要 給台灣人對環保署有一個信心 讓我們衛環對環保署的署長刮目相看 我們有救星 我們不需要財經 我們只需要一個環保署的署長 請署長答呼我 陳如剛才我們已經報告 這個總量管制目前 因為在高屏地區已經是空屏管制區的第三級 所以與法有據 我們在去年已經開始相關的總量管制作業 但是這是空氣會傳輸 大氣會傳輸 光做高屏地區是不夠的 所以同時我們在中部地區和雲嘉南地區 就展開這個減量管制的督導匯報 如剛才所報告 那這個這是第一點 第二的我們對於特別的工業區 特殊性工業區現在加強偵測 隨時監測有問題馬上就進去查 第三我們在室內室外 包括我們其他的來源 包括剛才講的這個河川陽城 包括移動污染源 我們都希望加強 在民間的活動方面 包括這個 比如說燃燒金紙 或者在野外燃燒農業廢棄物 我們都加強管制與輔導 希望多投並進 減少這個PM2.5等懸浮為例的產生 我給署長三天時間 我很謝謝趙偉可以排這樣相關的議題 尤其針對石化園區 禮拜三 欸禮拜四 我們還要再討論 我希望三天內 署長可以給本委會 甚至給全國的百姓 有一個具體解決PM2.5的一個 很實際的方案 包含實程 沈市長 你也是婚姻人 這個報道跟我們說什麼 P2.5 讓我們全國的百姓 平均減多43天 統領黨的 減多100天以上 剛才一天已經靠十分一日了 統領黨有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出長 剛剛我們委員有提醒那幾個地區 我是希望會請我們的法人單位來協助我們的產業界來做好這一個環保的一個工作 不好意思 我第一次要聽 平均台灣人減多43天 因為P2.5 台北人減多13天 高雄人 教育的高雄人 52天 5 3倍 指向我 指向我 台東與台南 多減多幾天 六四天 指向我南東 指向我們婚姻 我們說得租態勢 所以我們減多100天以上 像我本來婚姻官的6卿 今天高雄 局勢 要跟他們總共私刷來高雄 婚姻希望6卿在地化 經濟部是哪一個高官可以代表大法官 如此狂傲地說出這種話 這款的中華文区立法院的所在 辦公室的整體生一國經濟人到現在沒半顆 這款的污染這個嚴重 不只是中國的壞害 沙塵暴 台中火力發電廠 中國根本就不需要用武力統一台灣 用這種霧霾經常跟你傷害台灣人 就非常短命了 台灣人政府就束手無策了 然後石化園區的所在地 要求他們的總統司牽制那個地方 經濟部在反對什麼 經濟部憑什麼可以比大法官更大法官 可以講說這是違憲 不然經濟部跟環保署可以不可以答應 我跟趙天領召為不然把六青在雲林中有在高雄 通通簽到他們總公司所在地 那這樣沒有違法違憲 大家大家都要共享所謂石化產業產值 然後創造出來的相關的這些經濟效益 但是就由全國的少數人部門的人去承擔這樣的空污的污染 環境的傷害 然後我們要求國家去訂定標準值 一次啦無 都要無 幾十年就對了 要求一個總量管制 從一百零 不只從一百零一年啦 我九十八年不選上來到現在 我相信田委員最早就近在講了 我們到現在沒有PM2.5的總量管制 這是台灣人的比情 這是台灣做過的人的比愛啦 我說真的 台灣這麼多的財經撼動不了台灣當局 然後讓大學生帶N95 欸 N95是在之前發生什麼 發生那個讓台北市整個醫院都攤販了 SARS N95還可以抵擋SARS N95口罩沒有辦法抵擋PM2.5 這這麼嚴重 我們在這個委員會講過幾次 在台台好好開過幾次 在將軍講過幾次 在將軍講過幾次 大家都攤負不住啦 大家怕醫師生 沒有分子得到就對了 不管你住台北 不管你去台中 不管你的職業在高雄 甚至來住在我們分林 看到一個比較好聞到市場 如果住台北可能會換更久 如果住我們分林 我說會講到很多 所以不要記住幾次了 不動力啦 沒有道理 政府沒有道理 也給自己百姓一口乾淨的空氣 都沒有相關的對策 都還要慢吞吞的 都知道現在危害到這種程度 有中國的麻害 有全國最大母核的沙塵暴 有這些10萬園區火力花天廠製造出來的 三天內啦 請署長 甚至於次長 也拜託周圍齁 不過這禮拜我們把這事交付下去 謝謝 好 謝謝劉建國劉委員齁 這個課題